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育部拨出710发600万令吉给沙巴20座 涉及有问题工程名单的学校建设校舍 水兰儿水务管理局鉴定该州60个池塘和五坡 可发展为额外的水库 为可能发生的干旱做长期准备 首相达多斯里斯巴萨比指出 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议局将依据生产要素 推出浮动定价机制 同时继续努力推行现代化商业法规 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伊斯巴萨比主持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后指出 该会议讨论了有关粮食安全 商业发展 以及解决电器和电子领域的数电员工 严重短缺的三大课题 首相提到 该理事会议议局通过关联公司 关联投资公司 以及政府机构为主导的供应链 扩大农产品生态系统 确保产品的质量数量和生产达到最佳水平 同时保证供应充足 另外该会议议局通过加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合作 增加农业用途的土地面积 这项决定主要是为了减少对进口粮食的依赖 Gizma Sabri也说 政府将加强公共和私人合作的伙伴关系 竭力推动智能农业以提高产量 同时通过合并农地 荒废土地以及伊斯兰捐助地支援这项措施 首相强调 政府也将确保农产品合适的市场 如股地和渊农场 以便农民能够将农产品的生产与市场需求匹配 另外 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议局 政府将通过首相数地商特工队 继续努力推行现代化的商业法规 以提高国家生产力和竞争力 同时 加强埋模大在各部门 联邦机构 州政府 地方政府 以及商会的实施计划 Gizma Sabri表示 政府将加强由埋模大单位负责进行的规则测试计划 并放眼在60天内解决相关的课题 而此前的期限则为6到12个月 数项补充 届时外籍劳工的面试工作也将在各周数进行 而不仅限于在部城人力资源部的一战事中心 沙巴有23所学校 日前被列入有问题工程名单 以致沦落为寄居学校 教育部高级部长达特曼马拉西指出 该部已经拨出7亿零六百万令吉 给其中20所学校建设校舍 至于另外三所学校的拨款 正在处备阶段 他也承诺将近快填补全国12%的教师职位空缺 沙巴是全马中最多寄居学校的地区 也是教育部基本设施发展上的挑战 他昨天在山达根里巴兰国中主持启用礼时 这么指出 该国中是其中一所有问题工程的寄居学校 共有597名学生 一直寄居在双西巴达国小 针对教师职位空缺一事 穆罕马拉西表示 国内早前共有18702个教师空缺 当局已经填补了88% 目前剩下12%的空缺还未填补 教育部正积极与教育服务委员会商讨 尽量解决私资短缺问题 同时他还保证 教育部会尽快落实修缮教师宿舍计划 尤其是坐落在乡区的教师宿舍 提供教师们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教育部长德德斯利未加强指出 教育部将会考虑微型车辆业者 所提出的建议和观点 并采取相关的后续行动 以及邀请微型车辆协会和运营商 参与教育部的联合委员会 另外城市及乡区规划局 也会在近期内详细说明有关 禁止使用微型车辆的指南 为加强在脸书撞文指出 他昨天在部城与各电动微型车辆协会 和运营商举行对话会 并以开放态度接受业者 针对4月26号宣布的特定微型车辆禁令 所提出的观点 他说交通部将考虑采取相关的后续行动 如共同向民众 特别是向微型车辆使用者 展开安全意识运动 他重申 政府从未阻止或禁止在国内使用微型车辆 但前提是 这些微型车辆是在安全和受控的环境中使用 相反的 这项禁令只限制于在公路上行驶 以保护民众安全 这项举措是在考虑各利益相关者 包括地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后所做出的决定 魏加祥强调 他非常重视道路安全 并希望我国的道路对所有使用者而言都是安全 他也提到 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率非常高 当中有64%到67%的道路交通事故都涉及摩托旗事 他期待与各微型车辆协会和运营商保持联系与配合 以实现共同目标 特别是涉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朝圣活动陆续展开 不过15号起 再也没有朝圣班机从母国指飞麦加纳 KT-22朝圣团将会是抵达麦加纳的最后一组 这表是15号之后出发的朝圣团 航班将会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击达国际机场 大马朝进代表团团长 达兔斯利·谢塞勒表示 继KT-22朝圣团之后 下一个朝圣团将会在6月20号出发 而最后一组朝圣团 则预计在7月2号抵达沙特阿拉伯 目前我国有4670人已经出发朝圣 2,989人在麦加纳 1,684人已经抵达麦加 大马国家水地研究院早前预计 新马半岛将在2025年到2035年发生旱季 雪州水务管理局未雨重谋 鉴定的州内60个池塘和湖坡 可发展为额外的水库 雪州水务管理局局长Hasro Nizam 在马新社节目接受访问时透露 当局已经完成所有60个池塘和湖坡的 泥土和可用性鉴定 其中21个池塘也获得州政府批准 加深和加宽容量 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旱季 为了确保届时水源充足 当局会在池塘中修建其他设施 将水引入绿水站 当局也研发出能记录实时可用水量的应用程序 为放水做准备 Hasro Nizam先前表示 8升的水源供应充足 如果2025年的旱季真的发生 也可以维持水供长达8个月 为了书款国内肉机供应短缺的问题 干马合作社组织计划筹组 筹组100家合作社投入养鸡业 以便每年增产大约 3000万只肉机 应付市场需求 大马合作社组织主席 达杜斯利·阿布图巴达指出 为了解决肉鸡供不应求的问题 该部将在近期内 协助旗下会员通过合约农场 设立100间养鸡场投入大型养鸡业 他说这项计划将有助推动和注射 投入农业食品领域 同时符合政府计划有关领域 在2030年为国内生产总值 贡献1,000亿令吉的目标 显渡一个通过社交媒体 推销毒品生意的贩毒集团 被警方征破 陆网的亲民嫌犯 年龄介于21岁到25岁 警方在行动中 起货总值超过24万领级的 各类型毒品 包括含有大麻成分的饼干 县都警区主任马永来助理总监 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警方是在本月8号到9号 在甲洞以及黑风洞以带 展开三项突击调查行动 先后逮捕亲民嫌犯 他透露 警方在行动中 起货25.15公斤的大麻 以及大麻饼干 2.86公斤的摇头丸 以及83.4克的冰毒 初步调查 嫌犯是从本地毒品供应商的手中 取得毒品 之后再重新包装出售 除了售卖常规毒品以外 贩毒集团也将大麻 混入饼干内 并在社交媒体上 以一包100令吉 每包6片的方式出售 警方对亲民嫌犯进行了解 结果显示 其中3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警方援引一主二年 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 扣押嫌犯7天注查 来跟进唐氏综合症女孩 贝拉数虐案的进展 这起案件今天在地庭开审 控方第8名证人 出庭供词的时候表示 自己在去年5月 曾到City Bylun 位于望沙马珠的公寓单位 并看见City Bylun 强迫贝拉吃下一盘 满吃辣椒的炒饭 辣椒比例甚至还比饭要多 证人苏汉娜指出 她当时坐在餐桌旁 看见City Bylun在炒饭中 切了很多的辣椒 拌匀后强迫贝拉吃下 尽管贝拉拒绝 但仍被迫吃下 她也提到在6月13号 她同样到该处拜访City Bylun 看见贝拉的右脸上 有一个巴掌大的鱼精 在她逗留期间 贝拉也被City Bylun罚站数小时 甚至到了晚上 也没有人为贝拉提供食物和饮料 当City Bylun知道有人 给贝拉喝水后大声的质问 并表示贝拉不被允许喝水 否则就会撒尿 副检察司进一步提问证人 为何没有向City Bylun询问情况 苏汉娜说她担心会激怒City Bylun 进而导致贝拉被藏起来 City Bylun被控忽视和虐待13岁少女贝拉 导致受害者遭受身体和精神伤害 但她对两项罪名均不认罪 这起案件今天下午将会续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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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